弟兄姊妹 你可能正好遭遇到你的先生 对你不忠实 背弃了你 可能你的孩子 你全心在他身上 他居然这样子的背叛 顶撞 甚至羞辱你 我听过太多年轻人羞辱他的母亲 嘲笑母亲 背叛母亲 甚至还击打 回击 让母亲的心都破碎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些受伤的经历 今天不管在做的 不管在往上的 如果你正好正好经历心灵忧伤跟痛苦 你正好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或是你自己一直都脱离不了过去的伤痕和阴影 尤其有很多的痛苦是你没有办法向人倾诉 没有人能够了解 而且甚至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 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能够走得出来 真的不值得为了罪人去受苦 去折磨自己一生 要学习转向救主 要为着那位爱我们宇宙的主宰 献上自己的一生 愿意来为他活着 我想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校匠叫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他曾经有一次他在 他讲了一个笑话 全场红堂大笑 讲完了以后他接着讲第二遍 笑的人已经很少了 他接着讲第三遍 没有人笑 你们会不会笑 大概听三遍也不笑了 他说接下来卓别林讲了一段很有智慧的话 他说一个笑话 讲到第三次 你们都不肯再笑 为什么一个痛苦要一再地回来 伤害你 伤害你一辈子 为什么一个愤怒 这个愤怒是我家的 为什么要容让一个愤怒苦毒 留在我们身上留一辈子 如果一个笑话 你第三次都不想笑了 为什么要让这个痛苦一直回来折磨你 弟兄姊妹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虽然我知道那个很痛苦 尤其是那么恩爱的夫妻 有一天发现对方背叛 那么爱的孩子 有一天发现这样子的顶撞 回头羞辱我们 甚至这样子的不能理会父母的心 或是在教会里面你付出这么多 弟兄姊妹给你的伤害 冷言冷语 给你的批判 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很痛苦 但是我们知道主都知道 他来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每一个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勇敢地到主的面前去 去接受他给我们的疗伤 接受他给我们的医治 接受他在生命里面带给我们蜕变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就得到了真正的医治 只有他能 他愿意来医治我们 所以他说劳苦丹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 我要使你的安息 心灵忧伤痛悔的到我这里来 我要教你的心重新喜乐 真实的安慰 真实的医治都在他 就连我们犯罪有很多的内疚感 有过去这种阴影一直追着我们 让我们抬不起头来 受尽的折磨 想到过去曾经做过的事 说过的话 弟兄姊妹 耶稣今天都要来释放 都要来医治我们 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烦劳苦丹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今天还在邀请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光传福音讲这个话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常常都可以讲这个话 我来讲一下 如果我再去看这个话 我们再来看这个话 感谢观看